有像我一樣很戀愛腦的女孩子 應該都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嘛 我今天沒辦法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為我不喜歡你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給你這個承諾 這個男生好有責任感喔 然後 然後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扯我的手 然後就推我去撞牆 撞牆 我很會防禦 我還會這樣滾滾滾 我就沒有撞到那個牆 你是不是導演嘛 今天很開心邀請了街頭藝人 跟Youtuber的雨昕 Feed 別人的Youtube頻道 跟去上節目來說 有沒有什麼你覺得不同的地方 Feed 就是花錢 上節目就賺錢 就這麼簡單 這樣很好理解吧 那會不會覺得比較不自在一點 或者不能講太多節目 多多少少還是會吧 因為畢竟你在人家的節目 就是要想辦法讓節目好看 比較綁手綁腳的 然後或者是也是會有一些企劃 或是有一些內容大缸 甚至可能剪出來 不是你當時講的那樣 你也不能說什麼 沒關係 你在這邊可以平凡幾個 你過去的一些 遇到的經驗 你可以 真的嗎 對 節目 你節目可以先講 然後我們請後製辦法逼掉 哦 對對 就我去上 可以講嗎 當然可以講啊 我就去上某台 然後他們就是在問我一些 就是過去被渣男騙的經驗 哦 簡單來說就是那個男生 他就是騙我嘛 然後他又騙錢 這樣 就騙財騙色 賺到了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嗯 他是一個那個攝影 嗯 這樣 結果呢 就是最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主持人就下了一個結語 他的意思是說 我貪圖 這個人幫我做案子 然後for free這樣 所以我才被騙色 所以我活該這樣 我想說不對啊 我又損失人 我又損失錢 嗯 我哪裡 你說節目就要剪成 剪成這樣子 ok 就很奇怪 然後我想說 不對啊 我在他身上花那麼多錢 然後 然後我都沒有看到 剪出個什麼屁來 我想說到底 在這邊可以幫你平反一下 可以幫我們大概 描述一下那一段故事 大概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絕對會還原真相 那一段故事其實 就很 不好意思說嗎 還是 是不會 但是就是很簡單 反正就是我那時候 也是想說要找攝影師 然後去做我的作品 嗯 然後他就是也是跟我報了價格 而且是報比一般的行家 還貴的價格 嗯 一起拍攝的過程中 然後就是有喜歡他 然後他也表達就是 他對我是有喜歡的 嗯 結果後來是沒有在一起 後來沒有在一起 對 然後而且作品也都沒有剪出來 靠 而且做了很多紙 好賤喔 對啊 然後你看我說又被騙場 又被騙色 嗯 那我怎麼會被剪成這樣 我不懂 然後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被騙都是因為人心有貪 我就不相信他沒年輕過 我就不相信他沒有被渣男騙過 不是 最好是每個人感情都順順利來 在場 噢不行這樣好像有點尷尬 不會 你可以直接這樣說 是不是 是不是每個人都你們一定有遇過那種被女孩子騙錢 然後或者是被女孩子騙 就是他假裝跟你搞曖昧 然後明明就沒有跟你們在一起 這個是人之常情的事情吧 如果有經歷過感情的人 對不起 哈哈哈哈哈 你 你 好啊隨便 但是應該有很多 但是我說真的 你們自己摸著良心 有戀愛過的女 不能說有戀愛過的女孩子 有像我一樣很戀愛腦的女孩子 應該都有經歷過類似的事情嘛 每個人都戀愛男 對 但是有戀愛腦的女生 這就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怎麼樣 呃 不是每個人聽到別人說 我很喜歡你 但是我沒有辦法確認這段關係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給你承諾 還有辦法繼續跟對方在一起 並且發生 不行 我要問 我要問其他人 你覺得如果有一個男生 我問現場的人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男生跟你講 他說 我今天沒辦法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為我不喜歡你 是因為我沒有辦法給你 這個承諾 我覺得喜歡一個人的重量是很重的 他會比他中指 他直接比那個男生中指 他會比中指啊 怎麼可能 當然會啊 我那時候聽完我就覺得 哇 這個男生好有責任感喔 那肯定是因為你沒有被渣過 這一渣就 對啊 你被渣過一次你就知道了 沒有 還是你下次還是會發生 欸 觀眾 如果說你想要追雨昔的話 你可以用這一句話 他一渣被渣 真的 他每一次都有新花樣 可以一直被渣 這麼好渣喔 對 所以他很好追 我覺得你不要上那個 奇怪的字幕 讓大家來追他 他這樣子只是造成他旁邊親友的困擾 他是首先第一個最困擾的人 然後 然後他還要去勸退那些渣男 而且大家如果打電話就說 抱歉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糾纏了 我覺得你們這樣很浪費時間 你就是在騙他 而且你已經騙他八十萬 夠了嗎 八十萬 對 他已經八十萬 然後拍了所有東西 都沒有剪出來 都沒有 就拍東西就八十萬 然後連底片都沒有 你不覺得很瞎嗎 這邊有攝影師想報名了 對啊 他去勸退他就說 拜託你可不可以要再騙雨昔了 我們全部人都知道你在騙雨昔 你可不可以在騙他 你知道我昨天我們錄了一集 是在講飛機的機師 我就想說 因為我想認識空姐 那我去當機師好了 今天跟我講完之後 我就覺得 我要去當攝影師 真的 買拍相機 然後想要大家去哪裡玩 你就說去那邊拍 然後想要去開船間 你就去Motel拍 然後跟他說 這個場景我覺得 很適合 我們這個場景蠻適合的 然後我覺得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要用住的 我們沒有辦法用休息的 我們真的是很重要 然後就是把這些事情都報 費用都報在他身上 開房間的費用啊 我付 也是他付 然後那個交通費啊 我付 加油錢啊 也都是他付 吃飯我付 全部吃飯也是他付 那個餐、旅、食宿 全部都他付 然後攝影費也都他付 但這也不是他遇到的第一個渣男 所以真的不要幫他報名開放追求他 我覺得很困擾 對 我半天要幫他刪他 讚網民的留言 然後把他登出 我已經覺得很困擾了 就是說 其實你登不進去 都是因為我把你密碼改掉 改壞 我真的很多次 哪有登不進去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可能怕我繼續吵是不是 也太好笑了吧 這是我們目前節目錄的 他現在最好笑一集 好吧 當攝影師是一個好的方向 但是當攝影師之前 你要先夠渣才行 可是要是你們 你們真的都不相信嗎 不覺得很有邏輯嗎 他說 我不跟你在一起 是因為我很有責任感 沒有辦法給你一個好的未來啊 這不是很有邏輯嗎 今天我們的攝影師是知名的 金馬導演 那他一直以來有個困擾 就是因為大家都覺得他很愛玩 然後騙了很多女生 真假的 那事實上呢 我印象中他上一任女朋友 是好幾年前的事 還是他就是我剛剛 因為我都用剛剛那個台詞 你都用剛剛那個台詞 欸對啊 他會不會這八年間 都是跟其他女孩子這樣講 攝影系的都會教這個是不是 老師有教啦 老師有教就是 不能給你太重的未來 對 電影人啊 沒有沒有 因為他們要帶給 電影人的責任感 他要帶給那個 就是 對他要帶給那個 攝影的那個男主角跟女主角 一個那個情境 所以他必須要講一些話 然後讓大家理解這個感受 真的很渣耶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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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他的狀況來說 他說 大可可以就交女朋友 沒差 對不對 那那個攝影師大可也跟我交啊 沒差 可能看你很呆吧 好啦 你這樣子都可以什麼都得到 幹嘛要跟你交往啊 對啊 真的有道理 唉真傷心 我覺得酸民就是他最合理 無法反駁 得到 什麼都得到 為什麼還要跟你在一起 卻沒有道理 我爸說你拿了 我真的覺得很扯耶 然後我要他來 我要他走 他就走 但我還要跟他交往啊 交往我還要說 喔對 你是我女朋友我還要紅耶 但如果我今天不說交往 我就是說 喔對我還沒準備好 那你就會覺得 對啊他好可憐喔 我要再給他一點時間 對 因為他很努力了 所以我要再多忍受他一下 對 我再給他一點空間 你怎麼這麼理解我 我在想說 聖母都這樣 聖母都這樣 不會不會 我跟你講 通常被炸久了之後啊 你也有可能會去炸人家 什麼意思 不要給我 他不是叫我來平反的嗎 他現在幫我貼什麼標 什麼意思 你到底 這到底是誰走的 誰接的工作 比如說你今天一直被狗屎踩到 你就想去吃狗屎吧 以上成熟他的想法跟我無關 只有他才會想吃狗屎 我不會 我想去吃狗屎 我不會不好意思 可能被人家炸久了 那會不會想說 老娘乾脆我炸別人好了 所以你都是這樣想的 你說我嗎 就是我只要一覺得不適合就分手 所以有可能 所以你就一直在炸別人 可以這樣說 喔你真的很壞 那我先講是女朋友 怎麼樣 比攝影師好一點是不是 對又好一點 好喔 就是我們是在確定關係的 一天的女朋友 一個小時的女朋友 沒有沒有 不是終點情人啊 喔 不是啦 沒有終點的情人 不是 不是終點 撐不到人 對啊 蠻辛苦的 重點是我大概只能撐10分鐘 喔 原來是時間沒有講對的問題 好的 不是啦 沒有最少是我覺得個性不合 就 就是年輕的時候都在踹不是嗎 我不知道 你不會再 那你知道你最喜歡的男生是 怎麼樣的類型嗎 我知道 就是差難 沒有 沒有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 以前喜歡壞壞的男生 就是有點 就是差難啊 不是 就是 喜歡有一點 我覺得要喝爆 可以幫我裝一口嗎 就是 我覺得太好笑了 就是喜歡有一點 皮皮 曬曬的 下面那一點 以前 以前 那已經是過去次了 遇過這麼多豐富的經歷 那有沒有什麼改觀呢 我現在就 不喜歡這種 皮皮帥帥的男生了 皮皮帥帥的男生 沒有 我以前就喜歡那種 就有點八加九那種 就是 然後又有一點大男人這樣 挂 然後我就覺得 喔好帥喔 然後看起來就是對於未來 充滿抱負跟理想還有熱情 他需要那種被他幫助的 對對對 就是 沒什麼用 然後 失學少年啦 沒有什麼用 但需要他幫助 然後在他的幫助之下 可以越來越好 他喜歡這種成就感 他愛上的是成就感 那妳要來幫助一下我們頻道 我們現在頻道非常的 現在需要點閱數 你知道嗎 先不用 我現在很窮 沒有東西 可以再被騙了 現在已經 改過自新了 奮法向上 我現在不喜歡這個類型的男生 那 還是鼓勵渣男 不要追喔 對啊 真的不可以啦 不要這樣子 沒有錢了 等一下 不是沒有錢嗎 你的打臉很怪 應該是我不想要再喜歡了 怎麼會說沒有錢呢 我不要再喜歡你們了 不要再過來 你沒有錢 你還有色 你知道嗎 好痛喔 算了 你胸前的刺青 它有什麼含義嗎 等一下 為什麼我們今天沒有看到 我怎麼知道 有規定是要看到嗎 打一個後字 我再貼給你們 那就是曾經愛過渣男的鎮美 尷尬了 是那個八十萬的那個嗎 還不是呢 還不是 這十萬 這十萬的 你們好煩喔 你帶多少錢啊 我現在突然就覺得 好像不是你拍YouTube 然後拍那個 做街頭藝人賺不到什麼錢 自己的錢都被渣男騙光了 好不好 少認識一點渣男 就可能現在很有錢 你只要不要談戀愛 你就會 不要喜歡渣男 不要喜歡渣男 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都有經過你的朋友 先審視過的話 就可以了 但是他只要 要談戀愛 他就會消失不見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審視 接下來就是 一片慘樣 沒關係 以後他的錢先 會到別人戶頭去 對不對 先會到別人戶頭 他們就沒有錢 他就沒得騙 他頂多被騙身體 那就算了 沒有差 什麼那就算了 好好講的話 沒有錯 你不要騙身體 你不要自己常騙人家身體 就這樣好不好 我老我在 我老我在旁邊 我不知道 他以前怎麼樣 我們都不清楚 還有隻熊在那邊看著 我是能夠怎樣 我們都不清楚 那個扎法有什麼不一樣嗎 刺激眼那位的扎法嗎 那個還好 那個就是會家暴而已 靠 等一下 你怎麼講得好像一個 很簡單的事情 我先講我非常非常痛恨家暴 不管是男生打女生 還是女生打男生 都一樣 你覺得怎麼樣算假暴 言語暴力 身體暴力 都一樣 言語暴力跟身體暴力 他是 那我講給你們 看你們覺得算不算好 就是他是會 心情不好的時候 他就會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從我的人 祖宗十九代 然後罵到現代這樣 差不多 然後我沒有回 他說你是不是沒得聽 我說抱歉 我也有在聽 然後他就繼續罵 你還跟他在一起 在一起三年嗎 三年 天啊 你是不是抖M嘛 你喜歡他什麼 他滿可憐的 因為他好像 他爸好像是會 家暴他罵 所以你覺得這樣算言語暴力嗎 算啊 然後 誰會喜歡被人家罵祖宗十八代 而且是 這樣聽起來應該不是一次 那他常會就是 譬如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學生嘛 他常會就我們可能吵架 學生 學生時期的事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 可能譬如說吵架 他就會把我的 車騎走 然後把我丟在 路上 我就自己走一兩個小時回家 你還喜歡他 我那時候覺得他很可憐 然後我就覺得 你看他 媽媽都被他爸揍耶 然後他媽媽又對我很好 我就覺得 這個人好可憐 我就想說 我好幸福 我有一個很好的婆婆 然後 然後他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是會這樣扯我的手 然後就推我去撞牆這樣 撞牆 對 我很會防禦我 我還會這樣滾滾滾 我就沒有撞到那個牆 你還開心幹嘛啦 我想說我很會保護自己 你開心個屁啦 我很會保護自己啊 所以他把我 推去撞那個牆 我還可以這樣滾滾滾滾滾滾 這樣 這有什麼好開心的 我還活得這麼健康 滿好的啊 我真的有時候不知道 你到底是正向還是 你還是怎麼樣 一開始覺得好像 你會很災酸民 但你聽到 你現在遇到這些狀況時 好像你還滿正向的 可能我覺得 他就是有這樣子的家庭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他 所以我那時候的想法 是覺得 就是他很可憐 就是可能 他會變成這樣 也不是他願意 因為他那時候也會跟我講 那時候我就一直要跟他分手 一直要跟他分手 可是就分不掉 然後他就跟我說 大概全世界上 只有你可以這樣包容我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嗯好像是 我被需要了 對我就覺得我被需要了 然後又覺得 除了我以外還有誰 可以容忍這樣的他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好吧算了 好那我其實想要幫 這一個故事做個收尾 就是說你最後是怎麼走出來這段戀愛 我覺得我這個人就是算是很幸運的地方 就是我的朋友都對我滿好的 嗯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我有三個室友 都是東北姑娘 然後其實東北的女孩子 就是比較飄悍的那種 嗯 然後他們講話也都很直爽 他們一開始都以為 我有一個幸福的戀愛 嗯 然後是一直到就是 因為我後來就覺得 喔好累喔 我要一直拿著手機 聽他罵我祖宗十八蛋 就很累的時候我就按擴音 然後我就放在桌子上 然後就偷偷去弄自己的事情 就有一次我就一樣就是這樣放著 然後就其中一個女生 他就直接把我電話拿走 嗯 他就直接開聲音 然後就跟他對嗆 然後另外一個東北女生 他就說 就是這個人生是你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幫你做決定 可是 就不要讓在乎你的人很心疼 嗯 然後那時候我就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說天哪 就是我本來只是覺得這個人很可憐 所以我要繼續跟他在一起 因為覺得如果除了我以外 沒有人可以包容他 可是我沒有想過就是我這樣子的舉動 會讓愛我的人也很受傷 嗯 如果說可能有觀眾 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他們可能遇到言語暴力 或者是 遇到像這樣的暴力的情況 那一個過來人的身份 你有什麼建議可以給他們的 我覺得就是 人生很長 就如果你要就是 就是因為喜歡一個人 你就去去救的話 那你可能很長的這個人生 你都會很痛苦 所以就是可以的話就是 學習去看自己真正怎麼樣是快樂的吧 然後就朝著那個方向去前進 覺得滿重要的 好 那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這一集 如果喜歡的話還滿煩按一下五星 或者留言分享你對這集的感想 或者是建議 那也歡迎大家 分享你的遭遇或狀況 那如果相同的留言數夠多的話 那我就很有可能 再錄製重新的一集 或者是去找新的題目來錄製 花了Fuck Life 看來又面對人生抉擇時的勇氣啦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掰 就是我們在IG上有詢問我們粉絲 想要問一些的一些問題 嗯 就是你做Youtuber啊 這些常態的開銷是多少 粉絲數會有多少影響嗎 比如說 兩千跟五萬這個門檻 會對你的收入有不一樣的影響嗎 因為像我本來也是 就可能 一兩萬兩三萬吧 嗯 然後就因為在搭捷運 然後被一個阿伯偷看長輩 然後就變成 四萬多粉這樣 一瞬間長了大概兩萬粉吧這樣 是有報導出來嗎 就是一直每一台都爆啊 就是我在搭捷運的時候 然後被那個阿伯看來這樣 就被做成一個梗圖 就被做梗圖 我其實是梗圖的本人 就邀約有變多 可是好像實際上也沒什麼差距 業配的話就會有差 那就是價格是差滿多的 方便大概透露一下差了多少 就譬如說發一篇貼文 那可能會是幾千的差距這樣 嗯 那你就可以大概舉幾個例子 舉例有可能兩千 兩千粉的話你可能發個貼文 可能就不能收錢吧 不能收錢 當然兩千就是超奈米型的望虹欸 兩千的話很難跟廠商報價 所以五萬就有錢 但是五萬的話你是可以一篇貼文報個幾千 光一篇IG的貼文就可以報幾千塊 對可以 但我目前大部分還是收到比較奇怪的邀約幾多啦 就是譬如說他就會跟你邀約說 幫我宣傳我的頻道 或是幫我宣傳我的IG這樣 然後他的IG都是正常的東西喔 然後你就說好 然後價格也談好了 結果他傳給你的是一個就是可能A片這樣 真的真的 然後他就說你可以發這個限動 然後標記我嗎 超多 大概拒絕大概有三四十個至少 這什麼鬼的 他們都會先釣魚 然後就騙你說 可是他們是真的就是 就是會就跟你要帳號什麼 就是好像蠻那麼有一回事 他就是要先做好這個帳號 把這個帳號的流量跟粉絲數做好 他就會先放一些信三色的東西 比如說就是叫這些漂亮的網紅 或是奶妹網紅 然後就放一些更大尺度的東西 然後讓大家說快來追蹤這裡這樣 喔好像我在IG上面有看過很多的 很多的一些女生有PO這些類似的 然後就標記這個帳號這樣 然後這些帳號他只要做起來了 他就把這個IG帳號再拿去賣掉就可以了 喔就等於說別人就獲得一個十萬 換掉一個名字的話 其實就可以拿來當政治帳號 知道的太多了 這個價格就很漂亮了 蛤我還是覺得 雖然說這樣對我們這個頻道來說 是最快的一個結果 但我還是希望 在這個過程當中可以不斷的去踹 我覺得自媒體更像是 你在找尋人生的方向一樣 就是你會一直不斷的去思考 你要走哪條路 還是痛苦一點的人生慢慢滾 慢慢的從過程當中知道 怎麼是對的怎麼是錯的 好像比較好 比較好一點的 嗨!有小歐 你的人生好夥伴 有小歐 好奇心 有小歐 有小歐 有小歐